最恐怖的通灵游戏你玩过吗 这个小女孩独自玩通灵版诗 因为反规则惨遭恶灵附近 一家人为了将恶魔送回地狱 开始面临内心最恐惧的事物 房间内随处可见鬼魂 半夜起床遭遇嘴巴被封的惨状 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一幕时 都会感到不寒而立 她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经典恐怖电影 死亡詹博2 恶灵始源 这天桑德尔正在帮一个老人 召唤他死去的老伴 老人的女儿不相信这种迷信的东西 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桑德尔让鬼魂做出一些回应 接着蜡烛突然熄灭 桌子也跟着震动起来 这种诡异的现象 加上桑德尔的表演 让他们感到震惊 也相信亲人的灵魂就在身边 老人开始和妻子的灵魂谈话 说女儿想让他把房子抵押 把这些钱交给自己的伪魂夫 这时他的妻子瞬间大发雷霆 窗帘后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回忆 老头被吓得心脏病差点浮发 赶紧和女儿离开了这里 原来刚才的招会仪式 全是桑德尔和两个女儿 丽娜还有小美 一起表演的节目 他们这样做 只是为了赚取一点生活费 桑德尔的丈夫在一场车祸中不幸去世 现在独自抚养着两个女儿 生活压力太大 只能靠这种通灵的事情维持生计 这时丽娜吐槽他们的机关有些过失 要想赚大钱还得研发新的科技 小美每晚睡觉前 都会向父亲祷告 希望父亲保佑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这天晚上丽娜偷偷跑到闺蜜家聚会 发现了一个可以和鬼魂交流的通灵版 出于好奇他们决定体验一把 开始前同学向他们介绍了游戏规则 第一 绝不能一个人玩 第二 不能在墓地里玩 第三 游戏结束后一定要和对方说再见 招魂开始后 通灵版真的动了下来 丽娜每天都在做这种事 已经见怪不怪 根本不相信鬼魂真的存在 认为这些都是骗人的 闺蜜要求鬼魂做出一些反应 证明她就在他们身边 当所有人屏住呼吸仔细观察时 丽娜的母亲冲了进来 因为夜不归宿将她批评了一顿 丽娜建议妈妈也去买个通灵版 可以丰富他们的表演 第二天早晨 小帅来接丽娜一起上学 母亲看到后有些震惊 出于礼貌还是很热情地接待了她 并且主动帮小帅算了一贯 年轻人 如果你敢碰我的女儿 肯定会有一场血光之灾 两个女儿上学后 桑德尔到商店采购其他物品师 无意间看到货架上的通灵版 就顺便买了一个 到家后立马对通灵版进行了改造 在直音版的下面安装了磁碟 这样她就能利用腿上的磁碟 随意控制直音版的位置 虽然她每天做着通灵的表演 但她根本不相信鬼魂的存在 对通灵版的游戏规则 更没当回事 一切就绪后桑德尔开始练习 假装和灵魂对话 这是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她在一楼练习时 二楼的小美变得有些诡异 并且回答着母亲的问题 练习结束后小美也恢复正常 桑德尔虽然不相信这种迷信的东西 最后还是用通灵版和丈夫打了招呼 通灵版没反应也是她意料之中的事 当她走后通灵版却做出了回应 晚上小美好像和某个人约好一样 来到了桌子面前 开始和这个灵魂对话 最后还通过上面的镜片 发现了这个人的深夜 丽娜这边也发生了诡异的事 晚上睡觉时被子突然被拽到了地上 自从有了通灵版 家里诡异的事情越来越多 这天桑德尔被神父叫去学校 原因是小美的作业 根本不像是她自己完成的 很明显是一个大人帮她代写的 小美承认确实是一个新朋友帮她写的 但这个朋友是谁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那是她控制自己的手写出来的 刚到家让桑德尔更头疼的事发生了 因为她拖欠了几个月的贷款 银行准备回收她的房子 小美一听他们马上就要面临搬家 晚饭后 用通灵版将这件事告诉给了爸爸 妈妈和丽娜在门口为房贷的是发愁事 小美带了一个包裹 从后面走了过来 里面装了很多钱 妈妈看到后大吃一惊 问她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小美表示是爸爸刚刚告诉我的 这些钱是上个主人 藏在地下室的墙壁里的 他们怀疑小美在撒谎 让她再和父亲交流一次 三个人来到桌子前 把手放在了通灵版上 小美问道 爸爸你在吗 下一秒通灵版就给出了答案 妈妈和姐姐被眼前的一幕震惊 为了证实这个灵魂是自己的丈夫 问她当时怀上丽娜时 是在哪里告诉你的 接着通灵版开始移动 拼出了浴室的单词 妈妈看到这个答案激动不已 确定这个人就是她的丈夫 小美拿起通灵版说 有时还可以通过镜片看到爸爸 可丽娜仍然不信 认为小美就是在演戏 这时妈妈告诉丽娜 刚才那个问题只有我和你爸爸知道 他确实是你的爸爸 以前假装做的事已经变成了真的 当所有人离开后 丽娜思考着母亲的话 拿起通灵版好奇地看向四周 没想到真的看到一个诡异的人意 但这个人并不像她的爸爸 小美有了真正的通灵能力后 一个星期都没去学下 携手母亲一起走上人生的巅峰 成招天下课 将他们的事业发扬光大 可小美毕竟还是个未成年 每天接触这种东西也不是什么好事 脖子有时会感到特别的疼痛 无奈之下她再次寻求爸爸的帮助 可这次爸爸并没有出现 接着她用通灵版望去 在里面看到一个两眼放光的恶魔 小美被吓得大叫起来 恶魔毫不客气地给她做了个核酸 小美被恶魔赴身后 跑到姐姐枕边念起了咒语 在她被惊醒的瞬间 远处的黑影瞬间消失不见 当她来到洗手间后 发生了更恐怖的事 嘴巴直接被恶魔封了家 这时丽娜突然惊醒 吓出一身冷汗 原来是一场噩梦 第二天小美重返校园 就遭到两个小男孩的欺负 可现在有恶魔附身的小美 已经具备了超能力 一个眼神就控制了小男孩 让她自己人弹弓 打爆了自己的脸 晚上桑德尔接到神父的邀请 到饭店谈谈理想和人生 母亲走后 丽娜就将小帅请到了家里 还让小美替她保密 否则就将她的洋娃娃全部弄坏 上楼后两人整整酝酿了两个小时 最后只接了一个吻 说了一句 晚安 下楼后小美给小帅讲了一个故事 上吊被勒死是什么感受 小帅听完后直接被吓尿了 晚上睡觉时 丽娜突然发现 她那个洋娃娃的嘴被人给封住了 直接找到小美大发雷霆 可小美却说那是爸爸做的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时 母亲出现才将两人分开 回到房间后 丽娜表示妹妹最近很不正常 那个灵魂正在改变她 如果真的是爸爸 她怎么会改变自己的女儿 可妈妈却说如果不是爸爸 她怎么知道我们之间的秘密 丽娜也无法解释 但她能从小美的变化 感觉这件事并没那么简单 第二天丽娜在小美床下 发现了几张用波兰语写的文章 便将她带到学校 让神父帮忙翻译一下 神父找人翻译后 发现了事情的严重性 便亲自登门拜访 假装让小美召唤自己的妻子 通灵结束后 神父有了答案 但没有当场识破 随便找了个理由 支开了小美 然后来到二楼 向桑德尔说出了原因 小美其实并没有什么通灵的能力 而是被恶魔附体 而且还是一个精通读心术的恶魔 刚才她提出问题后 恶魔是根据她脑子里的思想做出的回答 当她放空自己后 恶魔便突然转移话题 关于那个波兰语的文章 是一个叫马克思的灵魂写的 里面描述了他们在这里的遭遇 一名黑魔法医生 将他们带到这里后 开始在地下室做着恐怖实验 为了不被别人发泄 他会割掉他们的舌头 然后把嘴封上 现在这栋房子里 有太多死去的冤魂 而且他们还监视着 这些住户的一举一动 也就是这些年 他们的吃喝拉撒 都被看得清清楚楚 光想想就能起一身鸡皮疙瘩 神父表示不要惊慌 他已经向梵蒂冈总部 提交了去魔申请 他们很快就会派人过来驱魔 这时丽娜突然意识到 他们应该换个地方谈话 因为恶魔一直就在监视他们 恶魔这边身份被识破后 开始利用小美的身体杀人 小帅上门找丽娜时 他却假装带着小帅 到地下室寻宝 然后让恶鬼将他俯身 最后吊死在了房间 这一幕正好被刚下楼的三人看到 丽娜看到男友的尸体后 当场下滩在地 这是地下室里 传来老唱片的声音 母亲决定和神父下去查看 让丽娜待在原地 这时丽娜突然站了下来 用最怂的表情 说着最硬气的话 我们是一家人 我一定要救出妹妹 况且现在分开是最愚蠢的做法 然后带着通灵板 一起来到了地下室 这时灯光突然熄灭 桑德尔点燃一根火柴后 突然看到墙洞里的头骨 随着一声尖叫火柴熄灭 神父立马又点燃一根 发现墙洞里 全是那些冤魂的尸骨 这时丽娜终于明白 原来他们一直都是在墓地里玩通灵板 而且通灵板的三条规则 他们全部违规 随后他们将通灵板扔进了火炉 希望这样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这时地下室的通风口 传来小美的求救声 神父为了在桑德尔面前证明自己 毫不畏惧地钻了进去 原来这里才是黑魔法医生的实验室 这时小美已经完全化身为恶魔 出现在神父面前 直接向她冲了过去 母女二人听到里面的打斗声 正在焦急地等待着 不一会神父从里面爬了出来 不过这时她已被恶魔附身 掏出一把匕首向他们冲了过去 丽娜一看扔下母亲直接往楼上跑去 千军一发之际 神父利用爱的力量 加上顽强的意志 成功赶走了恶魔 恢复意识后将桑德尔推出了门外 下一秒恶魔就出现在她的头顶 一声怒吼 神父被强大的冲击波 狠狠地摔在墙上 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母女这边发现刚刚烧掉的通灵板 又完好无损地回到了桌子上 就在他们为此感到迷惑时 一股神秘的力量将母亲摔倒在地上 接着小帅的尸体将丽娜直接带到了二楼 这时恶魔出现在楼梯口 直接从墙上爬到丽娜身边 然后抱起丽娜直接念起了咒语 桑德尔醒来后祈求她放过自己女儿 愿意用自己和她交换 这时恶魔来到桑德尔身后说道 我要把你们全部带走 镜头一转 桑德尔被恶魔带回了实验室 用铁链固定在桌子上 丽娜这边仿佛看到父亲 把自己抱到了床上 再次看到了她和妹妹吵架的场景 妹妹说父亲把她的嘴巴封住 就是为了让那些声音闭嘴 这时丽娜恍然大悟 她终于找到了对付恶灵的方法 就当恶魔准备杀死母亲的时候 丽娜直接将她打倒在地 然后拿起桌上的线 准备进行缝合手术 这时恶魔再次发出幕后 直接将她推到了墙角 丽娜顶着强大的冲击步 再次回到恶魔面前 这时小美的嘴巴里 突然出现一只金色的眼睛 接着众多恶灵出现开始阻止丽娜 丽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在种艰难的环境下 完成了她的使命 小美的嘴巴被缝上后 周围的一切彻底恢复了平静 桑德尔醒来后挣脱铁链 来到小美身边 看到被缝上嘴巴的女儿气不成声 这时丽娜来到母亲身边 眼睛突然变成了白色 一刀刺向了旁边的母亲 逐渐恢复意识后 看到自己手上那把带血的刀 发现是自己杀死了母亲 感到悲痛欲绝 这是奄奄一息的母亲 看到小女儿和丈夫 一起去了另一个世界 而且她们还在等着自己 最后母亲带着笑容 渐渐停止了呼吸 电影最后 丽娜因为这些事 精神受到严重刺激 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但是两个月过去了 小美的尸体却一直没有找到 她们想通过丽娜找到一些线索 而丽娜总是说一些 有无论次的话 丽娜回到房间后撕开地毯 用血在地上画了一个通灵板 用眼镜片合手作为指示盘 招出了妹妹的灵魂 电影最后的彩蛋 时间来了47年后 丽娜已经变成了老太太 这是一个自称 使她外甥女的人前来探望她 丽娜看到后 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完美衔接了死亡占卜第一部的剧情 关注下期节目更精彩 感谢您的观看